近日,57岁的中国台湾女演员林美秀在节目上自曝患上后天血有病,同时还交代了自己的后事。 之前,年纪稍大的林美秀在中年时期为了保护自己子宫健康,就去医院做了检查, 当时医生为了方便治疗,就对她说,你那个膜太厚了,我们把它刮薄一点。 没想到,这一刮,她子宫内流血不止,无论用什么方法都止不住。 不仅如此,林美秀还发现自己的身体没有磕碰过,却总是出现一些瘀青, 去了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后,紧急决定住院。 这时候,她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血有病,这种病女性患者比较少见, 但一旦患上就有很高的致死率。 林美秀也深知自己现在的身体情况根本活不了多久, 她坦白跟自己的丈夫讨论过后事,她想要的葬礼还和大多数人不同。 她想在葬礼上放迪斯科音乐,用一种轻松欢快的方式将自己送走, 这种方式还是受一位导演的启发。 并且,林美秀也愿意自己死之后,让自己的丈夫再娶, 但她有一个条件,就是不能碰自己的包包和财产。 这个条件大部分人听到后都会感到疑惑,并不是她小气, 而是背后另有苦衷。 林美秀走上演绎这条路跟她小时候的虚荣心,有很大关系, 当时她看见别人劈腿劈刹可厉害,于是她也想学。 但小时候她的家庭情况并不富裕,母亲为了满足她的愿望, 还是将10岁的她送进了舞蹈团学舞。 林美秀在舞团里跳舞非常认真,每一个动作她都是细心完成, 并且,她为了参加舞蹈演出,宁愿放弃学校的一次联考。 家里人也看到了她在舞蹈上的决心,于是,16岁的她得到了父母的支持, 成功报考了异校的舞蹈专业。 林美秀在异校里舞蹈可以排到前几名, 这跟她之前认真的态度和扎实的舞蹈基础有着很大的关系。 之后,优秀的她还被,台湾麦当娜,蓝星梅选中, 成为蓝星梅专属舞群中的一员。 林美秀在舞群里当了整整八年的伴舞,但她从没有想过放弃, 因为这是她支撑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。 她从20岁起,就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, 她的父母身体不是很好,很少外出工作赚钱。 林美秀的家里除了她还有一个弟弟,开销不是一般的大, 作为长女的她,照顾家里的责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她的身上。 可林美秀从来没有抱怨过,她知道这是自己应该做的, 于是在舞团中她格外的卖力,只想赚越来越多的钱。 随着时代的发展,蓝星梅所在的秀场已经慢慢落后了, 更多的人赶起了剧场,舞群也因此解散了。 幸好,林美秀在秀场工作期间认识了李国修, 对方推荐她去剧场工作。 但林美秀在剧场工作期间,收入少得可怜, 之前在秀场一个月还能赚9200元左右, 可在剧场一年下来不到4万人民币。 而且她还要养一大家子,这点钱根本不够, 有时候她身上穷得只有15元, 这点钱她也不敢坐公交, 只能徒步前往离家6公里的剧场排戏。 即使如此,林美秀也从没有向家里人涂枯水, 她一个人默默承受着一切, 面对父母的关心,她也总是笑脸相迎。 过年的时候,她为了给父母证明自己过得很好, 向朋友借2000块钱也要给他们发红包。 后来,林美秀终于熬过了在剧场的苦日子, 成功进入演艺圈, 这时候她的事业走上了正轨, 钱也赚得越来越多。 这时候父亲想要换一个大典的房子, 她和弟弟想都没想就为父亲买了一套房子, 贷款他们来还。 种种事迹, 也让林美秀成了台湾娱乐圈中著名的校女, 她赚钱的动力就是父母, 生活的希望也是父母。 但父母亲老了之后, 因为身体问题双双去世, 林美秀一度失去了目标, 只有钱财才能证明她对父母的爱。 或许这也是她不让丈夫将财产留给别人的原因吧, 包包也是她人生中很喜欢的东西之一, 她也不想别人碰自己的东西。 可以看出, 家庭是林美秀混迹娱乐圈的动力, 这也是她能大火的原因之一。 妈妈, 专业户。 林美秀从秀场出来时已经27岁了, 此后她还在剧场整整工作了18年, 直到45岁, 她此时的年龄进娱乐圈很困难。 但天无绝人之路, 她碰到了一位贵人陈玉勋, 在对方的邀请下, 她成功接到了一个拍任何谈广告的工作。 林美秀估计也想不到, 正是这条广告成为她人生逆袭的转折点。 当时, 她在广告里饰演的是《梦江女》。 一脚, 广告播出后, 她迅速走红, 开始被台湾人民所熟知, 她还获得了小梦的称号。 后来, 林美秀还接到了剧组的邀约, 特别是她参演的《黑狗来了》这部电影, 获得了大大小小的奖项。 从此她的事业一路高歌, 不仅片约不断, 而且在大众面前曝光的次数越来越多, 很快就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。 此时, 《命中注定我爱你》的剧组邀请她来演, 陈林希施, 一脚, 和陈乔恩搭戏, 她在剧中的表现让不少观众很是喜爱。 林美秀将, 妈妈的那种感觉拿捏得恰到好处, 或许她就是在演自己的母亲吧。 凭借这部剧, 她在《我可能不会爱你》, 《亲爱弟奶奶》等剧中, 都是出演。 妈妈角色, 因此她还成了妈妈专业户。 林美秀除了在电视剧中有了一席之地外, 在电影行业也是佳作评出。 去年, 在台湾上映的《恶女》, 就是她的作品, 在里面林美秀凭借出色的演技和与之前的反差感, 获得一致好评。 在事业上闯出来一帆天地的林美秀, 在现实中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。 她在和小自己14岁的丈夫张希鸣结婚前, 曾有过两段感情, 但都没有一个好结果, 甚至每次都是以对方劈腿结束。 情路不顺的林美秀, 曾大放豪言, 只想谈恋爱, 我抱定不婚主义。 并且, 年轻时她为了照顾自己的父母也立下不婚的事业, 她也坦白父母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看到她成家。 林美秀也以为自己真的会一辈子不婚, 没想到和丈夫在一部电影中认识后, 改变了自己的想法。 她和丈夫仅仅热恋了五个月, 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, 在2014年12月1日, 两人登记结婚证明。 林美秀表示, 我们没有特别选日子, 只是觉得这天很顺眼, 12月1日很好记。 并且两人的婚礼也是低调处理, 会不情喜宴。 但因为那时候, 她的档期比较满眉能和丈夫一起度蜜月, 恐怕只能等到结婚一年后了。 现如今, 大家知道林美秀即将去世的消息都悲痛不已, 纷纷为她表示惋惜, 毕竟她也陪伴一些人度过了一段时光。 还有网友对她夸赞道, 啊, 林女士真的身体很不行了吗? 我觉得她演戏演得好, 好友观众缘, 笑起来可太亲切。 并且9月7日, 她参演的, 你是我的姐妹, 即将播出, 大家对她在剧里的表现都很期待, 但不知道演技方面会不会受病痛影响。 林美秀能以如此轻松的语气, 在节目上说出自己将要去世的消息, 确实令人佩服。 不少网友希望她能一直健康到99岁, 继续为大家带来欢乐。 好了,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,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请不吝点赞转发,